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吗 赶快给我办个图书证啊 我天天上拖不过来 对不起 他不在家 八车是跟那个大庄去钓鱼去了 他们这两天天天去钓鱼 一钓就钓五六斤 家里都放不下 冰箱里都塞满了 那改名给你们拿去一点吧 不可以 不可以 那我们回去了 那就改天再来吧 好 再见 好好好 对不起啊 没问题 慢走 一天到晚跟着你撒谎 你有撒谎你都不会 这大冷天谁出去钓鱼啊 脑子有毛病你 那你给我写张纸 给我手上我照着念 省得你一天到晚跟我抱怨 退个休有什么呀 就跟谁没退过休一样呢 真是的 还天天不出门 跟个大姑娘似的 来来 起来起来起来 我把床单撤了 哎呀干嘛呀 你看你这坐会儿 你说你忙我刀刀的 你这你先歇会儿歇会儿呀 我坐会儿 你说你天天在家没事 你不能帮我干点活呀 你眼里一点活都没有 我忙着呢 你忙什么呀你 你没看我这研究李大招传的吗 我这要出书 我写书要 哎呦 写什么书呀 是言情的还是武侠呀 没法跟你说 什么言情武侠呀 我研究的是这种书 我要写回忆录 知道吗 写我的回忆录 你的回忆录 你是参加过什么抗日战争 还是解放战争 还是朝鲜战争呀 你写回忆录 你就写你那点破 哎呀行行行 我说你别叨叨了行不行 你这位子还没叨叨够啊 我跟你说 我可是听得够够的了啊 你要再这么叨叨 我出去了 我不在家待着 你走啊你走啊 你在这我还嫌挤呢 我还真就走了 走走走 不对我干嘛走啊 这是我的家 我不走 你不走行啊 你在这老师待着别动 待会儿我学生来 你别影响我上课 啊 今天又有课呀 那我走我走我走 哎呦 我跟你说实话啊 我现在晚上做梦 都是一加一等一塞 那帮毛孩子 真让人受不了 你说天天教他们这个 哎 你说教他们这个 这能不弱智吗 你才弱智呢 退个休 你怎么活都不知道了 还不弱智 你才弱智 给我usal 刘üg 你是作贼了 还是偷人了 怎么那么怕贱人呢 你知道什么呀 我不愿意让人见着我 还在假惺惺叫我 重厂长 你这cido退下来了 多难受 知不知道 江大长 需要 � 啊 承认自己退下来了吗 刚才看你这劲头子 我还以为你要抢班夺权呢 行了 你说好不容易熬到 这国家安定团结了吧 小的这日子 刚开始要好好过了 一眨不眼的工作 退休了 老了 成爷爷了 这一把子力气还没地使了 好多理想还都没实现 怎么就会这样的你说 华少 你咋不说自个儿还能谈恋爱呢 有点正经的 还能碰妞呢 那是你 你啊你啊 你得服老啊 哎呀难怪你老伴说 你这个人呢是长不大 你说你老婆那么怕老的一个人 人家也服老 你咋就不服老呢 当官怎么着 你当再大的官你不得下来啊 你看我啊 年轻的时候累了 退了 我就是玩 玩 把心想开点吧 咱俩一块一辈子了 我还不了解你啊 你这个人哪 胸无大志 你志的 哎呀 这怎么呆得真是无聊啊 站着干什么呀 接着走啊 童山长 你找抽呢你 哎 妈 我爸呢 你爸 不是在床上就在厕所吧 又咋见了 妈 你说我爸刚退休 在心理上还没缓过劲来呢 你在情绪上多克制一下自己 啊 帮帮他 我还不够克制啊 你看他现在一个闹腾 跟个小屁孩一样 你说出去玩吧 不去 哎 你看厂里的活动室现在 业余生活不是挺丰富的 那象棋啊围棋啊 门球啊 啊 乒乓球不都挺锻炼身体的 要不跟我出去跳跳舞 那不都老头陪着 不能跟他提这个 一提 跟杀了他一样 他现在是成天人 大门不出二门无脉 怎么就跟做了贼一样的 成天多的人呢 好 你在家待着 你看看书 你安安静静的 也不成 一会儿跟我说要吃这个 一会儿要吃那个 一会儿站不舒服 一会儿嫩嫩嫩 我跟你说 业余我现在恨不得 他赶紧去三县 要能出国 走得远远的 要不然不是他神经了 就得我神经了 哪有那么严重啊 你不知道 又编排我呢 是不是啊 又编排我呢 对不对 你 你不知道啊 哎呦 我这几天在家待着 你瞧你妈那个闹疼劲啊 哎呦 不就是交几个小屁孩 一加一等于三吗 哎呦 多大个事啊 我在家看书 闹得我都没法看见 那你去图书馆啊 你不是要写你的大回忆录吗 行 真是谁的 趁天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我现在还瞧着他那张头脸 我听见了啊 我听见了啊 谁在你眼前晃来晃去啦 你真是的 哎 教书可以啊 教书不都有课堂吗 你把孩子弄到课堂上交去 你怎么弄到家里来交来了 亏你想得出来啊 合着你是让我租房子是不是 我那合着我交的书那几个钱 还不够房租费呢 你干嘛呀你 我没事干 我冲房完 我带着孩子玩啊 你去检查检查你的脑子吧 你别大脑痴呆小脑子 你才该检查脑子呢 行 妈妈 爸 是 哎 爸 你去找庄叔玩玩吧 刚才我在外面见到庄叔了 他一人溜弯呢 他见到我呀 话特多 问你爸在干嘛呢 什么这个那个 赶紧去吧 不去 没空 你爸哪有功夫呀 人家写回忆录呢 回忆人家大半身的革命士气 你什么真是 没法呆下谁在这个家里 真是 走走走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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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现在是不是有病 你俩都有病 说什么呢 我那退休怎么像他那样的 我说妈 你就少说两句不行吗 爸老 谁呀 大夫 妈 门开了 轻点轻点疼 哎呀妈呀 疼 你不能那么挤呀 哎呀妈呀 这是又啊 你不落罪老远口 干嘛呢这是 你按着一个手那么的挤 哎呀妈呀 我跟你说你 童子 行吧大夫 你还有这两下 不行 哎呀 你刚刚给我找这儿衣服披上 哎呀我的天哪 你啥呀 这么大岁数了 谁看呢 那你干脆给我 庄长嫂啊 庄长嫂 行啊你有福啊 大庄对你真好啊 哎呀 才能干这个 我伺候人这辈子了 这倒老了老了 他也该伺候伺候我了 我说啊 这老了老了呀 发现我这老婆子 还妈挺好的 真的啊 这童子也不是外人啊 我说句不要脸的话 这越老啊 妈的还离不开了 你看 那咱也比不上人家童子和文力 哎呀这不能比啊 两口子跟两口子都不能比 不能比的 那行 那你收拾收拾 我去玩两把去 哎王上 赢了算你的啊 输了也算你的 啊 不是 输了算我的 嗯 这还听着挺得劲的 我走了啊 回头买两块豆腐啊 想吃豆腐啊 那 哎呦 瞧你把她哄得多高兴啊 我告诉你啊 对老太太就得这样 甜言蜜语的咋的呢 死不了人 你说哪像你啊 整天跟你老婆斗嘴 啥劲呢 哎呀 我的老婆要能像你这老婆这样啊 有个打麻将的爱好 那就好喽 哎呦 你说现在成天的 不是能帮孩子到家里头来 就是坐那看电视 这眼睛啊 随时随地得盯着我 哎 我就上厕所 那么一会儿功夫见不着 那就在外边直嚷嚷啊 哎呦 把我翻的呀 有的时候 我真恨不得拿个针线 把她嘴给她缝上都 你拉倒呗 那前段时间你生病 还不是天天离不开你老婆呀 先把你自个儿的嘴封上 那是那是 哎呀 我有时候就在这琢磨呀 你说这两口子这一辈子 是不是 他只能共患难 不能同享福啊 谁说的 只有你们这种不成熟的男人 才有这种想法 哎呦 你成熟 你爸现在呀 就跟闹猫似的 一天到晚呢 想着这个厂里能反聘他 你说人家现在厂里 都搞什么现代化呀 合资啊 就他那个老脑筋 旧思想 谁用他呀 看大门都没人要 别说 合资大厂不行 没准小厂还派得上工程呢 回头我帮我爸问一答 你爸那心比天高 命啊就比咱那楼啊 高不了多少 哼 要不人恨我呀 说是文革的时候 我耽误了他提吧 要不怎么着 也得当个局长人呢 哎 说当局长六十五才退呢 哎呦 就你爸那官民 说是当个副厂长退下来 都这么难受 这要当局长人的退休 为了要他的老命呢 我这年轻的时候 怎么就没看出来 这老东西官也那么大 哎 什么叫官营呢 那就积极要求进步 有上进心 您那会儿 他就看着他这段了 去 谁看着他 哎呀你还真别说 我爸这会儿啊 挺像您神经那会儿的 谁神经了 你别跟你爸瞎说了 就您老庚那会儿呗 你不知道男人也有更年期啊 男的也有更年期啊 是啊 你看我爸现在的症状 差不多 嗯 我看是 所以嘛 那会儿他多让了你 现在你也忍忍啊 我不忍能行吗 你说他现在也老了 官也没了 谁要的 行 你赶快去上班吧 我跳舞去了啊 哎好好好 哦 73 8 4 9 4 4 哎呀 行了吧 大晚上你倒是弄漂亮干什么呀 是想找个老头啊 哎呀我手术暖的给我弄乱了 真是的 你就想让我天天蓬头垢灭 破衣烂衫你才舒服是不是啊 是的洗个脸你就啰嗦半天 我告诉你啊 人越老越得自重 春天丑哄哄的人小辈儿看不起 我看你还是不累 瞧瞧我这说这一句话 你这又有来劲 说多少啊你 我看你就是闲的 你春天盯着我干嘛呀 我一辈子都这样 你还看不惯哪 那么老顽固 我告诉你 只要我活着 我就跟你这种修正主义思想做 不是你现在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思想了 我要跟你这种资本主义思想斗争到底 哎 斗个鬼你 睡觉吧啊 你看你不是闲的吗 你过来跟我按摩呢 我这又肩疼得要命 叫了一天小孩 哎呦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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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这儿 嗯 就这边 哎 哎 用点劲啊 呵 别说啊 这老太太肉还挺磁似的 哎 你肉才死呢 嗯 你嫌我硬找软和的去啊 嗯 谢谢你 那我找一个去啊 更浪漫 哎呦 我压着我腰了 哈哈 偶尔他晚消 嗯 嗯 嗯 正好在手边放着 好长时间没听到 听着吧 爸 爸 你别老待在家里 钻你有点劲 出去走走 见见老朋友什么的 要不咱们这个礼拜天 去香山吧 没兴趣 爸 您还想他吗 什么 爸 我一直没敢跟您说 年前 我去深圳开了一个年会 我见着他了 见着谁了 他还好吗 他是那家跨国公司的驻华代表 听说他嫁了一老外 您真的爱过他吗 你这是在考问你爸爸的灵魂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爸 我对婚姻一直有不安全感 从小 从小我就觉得 我的爸爸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 可是我没想到 在您的生活中 也有别的女人 我当时知道的时候 我真的特受不了爸 你说 一个男人真的能同时爱上两个女人吗 这不是一回事 他跟你妈妈 是完全不同的 他就像这音乐一样 没人的时候听听他 心里头会非常安静 然后就 又回到生活中去了 这就是爱啊 爸 我现在能体会到 我妈当时那种心情 要我的丈夫 心中有这么一块世界 有这么一段音乐 我肯定会发疯的 已经过去了 您后悔吗 想过跟他一起生活吗 你真够自私的 你到底还是年轻啊 你没法理解 我们那一代人的 那一段感情 你以为 你妈后来 原谅我是因为她忍辱负重啊 你也看到了 她也试图想离开我 我也想过 没有你妈以后的生活 是个什么样 可是我们两个 你们谁也离不开谁 爸 如果有机会 你还想再见她吗 这丫头 说呀 再见了面 都老头老太太了 留在心里头 一个服装厂啊 计划做660套衣服 已经做了五天 平均每天做75套 那么剩下的呢 要三天做完 每天要做多少套 这个问题里头 有哪些已知的条件 要求是什么 我们怎么完成呢 我们可以先求出前五天 然后看她每天做不到 完全可以一步完成 为什么要先求出前五天呢 在上课你不要捣乱 好吗 我怎么叫捣乱呢 我这叫提合理化的建议 你不懂就不要说话 来 我们再接着看啊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图 来表达一下 你不知我不懂 看看这个是呢 前五天做好的 老师 我要发言 这位同学 请你把手放下来 做好了 不要说话啊 你看你看 我用我这种方法 一次性就求出来了 是不是 你看看 是不是又快又好 你看 哎 干嘛 我去登个广告 我教孩子们奥数 肯定让他们个个都得冠军 你这叫歪门邪道 你根本不是和小学生的思维 这位同学做好了 不是 像其他小朋友一样 手背到后面不要说话 这怎么叫歪门邪道呢 我告诉你 你这么教可不对啊 你可不懂 你这么教叫误人子弟 你知道吗 我误人子弟 做好了别说话 不是 开门去 烦不烦呢 那 哎呀 考虑一下啊 哎呦 哎呀大庄来来来 哎呀 来这这这 哎呀 哎呀 想小朋友读书啊 我没求他教小朋友呀 他不把小朋友 交到太平洋去了 你赶紧把他带走吧 那走吧 走走走 跟我走 上哪去啊 哎呀你跟我走 跟小孩在一起多迷迹 能管上哪出去就行啊 走吧走吧走吧 哎呦 我出去 脑袋都让他被闹大了 我脑袋都被你也弄大了 走走走走 来来来 咱们上课啊 来出来 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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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不正愁没事干吗 这事啊 适合你 也适合我 咱老哥俩一块去 你具体的说说 说说 说白了 人家就是看中咱们国营 大厂厂领导的身份了 哎 拉打齐做狐狸啊 吓唬吓唬那帮老外 我跟你说啊 就他那个小厂 说了半天人不知道 一提咱们厂 老外大说 OK 知道 知道 你瞧瞧 人知道 另外咱们厂的资料 人都能查出来 你的名字人也知道 真的假的呀 你听着邪乎的呀 这 我蒙你干啥呀 咱们厂名气大了 你的名字谁不知道 嘿嘿嘿 咱们知道知道 哎 那 那到底让咱们俩干啥呀 哎 当个名义成长 或者顾问啥的 嗯 咱俩啥也甭干 就是谈谈犯 拿出这个 大领导的这个架势 就这样 哦 哈哈 哎 我说 嗯 那违法乱纪的事咱可不能干 老了老了 咱惹一身骚 对对 为啥法呀 我跟你说 假话 咱不说 哎 赚钱咱不赚 赚钱咱不赚 说啥呀 嗯 嗯 那 都谈妥了 嗯 那咱们什么时候让咱们去上班啊 现在就可以呀 人家求贤若渴啊 现在去就成 真的啊 那吃完饭咱就走啊 别急 别急 找啥急呀 那你也不问我月薪给多少钱 哎 啥钱不赚的 我跟你说啊 就你说的好事 让我倒贴给人家钱我都干 哎呀退休在家里待着 哎呀我都快发了霉了 哪敢成啊 怎么着月薪的 个千八百的吧 真的假的 嗯 哎呦大庄你等会等会 嘿嘿 你没骗我吧 骗你干啥玩 千八百都定啊 哎呀大庄 呵呵呵 这是你退休以后 干的最成功最好的一件事 来来来 呵呵呵 呵呵呵 就是饭钱我付啊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我跟你说啊 这厂长不灵 没水平 这么好条件一厂子 干成这样 哎 我告诉你不如吹 这要是我当厂长 每年至少百搬十万的利润 你说是不是 他 哎哎哎 干嘛呢 老掉了牙子 怎么看着姑娘还这样啊你 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 我都叫着不好意思 你至于吗 咋的啦 我这贼心贼胆都没了 就剩留点哈喇子的 你把这点权利都给我剥夺了 那我活着有啥筋呢 这个处境和遭遇 这小白木也是人嘛 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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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有年都没听你吹口哨了啊 这老东西是真想光做 这都极电了呀 你还不睡呀 快睡你了 啰嗦什么呀 要不我出去写去了 好 你别出去啊 就在这儿待着 给我待在这儿 好 好 好 来 来 来 世上只有妈妈和 右边啊 昨晚的孩子像个宝 走进妈妈的怀抱 改改 别把老爷的图纸弄坏 老爷要发疯了 我的图纸别动 别动 改改 你看 听见没有 改改 老不正经 你个小不正经 你们两个能不能一边跳呢 我这弄点事 大川 在在在 绝着屁股那弄图纸呢 我说你们弄的什么项目啊 芝麻大个小厂 还什么星火计划 你行行行 吹吧你就 来来来 来来来 好 好 来来来 芝麻大 哪儿去啊 开会去 真把自个儿当厂长了 还开会 这个厂子啊 准备跟这个港商合资 大伙集资啊 也就是说大伙都是股东和老板 年底还能分哪钱 有这么好的事啊 我怎么听着邪性呢 就算是年底不分钱 那咱也不吃亏啊 你说这些钱放银行得利息 能得多少钱啊 没多少钱啊 唉 大庄啊 你现在变化可是真大 那嘴里头啊 竟是钱啊 钱啊 钱啊 我告诉你我听着别人 我跟你不一样 啊 我呢 现在退休了 可是我觉着我身体还好 我就想为国家多做点贡献 发挥点余热 得得得 你甭唱高调啊 你要是学雷锋 你就当你把钱捐了 你说人家工人啊 从牙缝里挤出那么个钱 把我开钱来 人土啥呀 人不是为了盘活这个场合吗 唉呀 我跟你不一样啊 你还有个小金库伍的 我呢 我哪有小金库 我那个小金库早充工了 唉呀 要说这男人哪 身上没俩钱啊 真是憋得慌 唉你说 我为啥对这个事这么上心 不就是想挣俩钱吗 要不活得多窝呢 咱俩这一辈子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也不叫着丢人 我这辈子呀 兜里头 我能控制的钱 没超过五十块 哎呀妈呀 太过分了 所以说咱老哥俩得挣点钱 要不然喝酒的钱都没有 是吧 这个事啊 你最好再找人打听打听 弄清楚了 你说我 我上哪去弄钱去 哎呀我这 哎呀 你们家那个燕妮和多多不是有钱吗 亏你还想得出来 我一当爹的我不能给孩子钱 我还伸手跟他们要钱啊 我还要脸不要脸 等等等 算我没说啊 哎呀我们家呀 我要是要钱啊 但问狗子要 这狗子呢 但问他妈要 我得跟妈呀 问他那个妈要钱呢 跟要他老命似的 哎呀 嗯 行了 你也甭饭愁了 今儿这顿饭 我请 本来也该你请了 上回吃饭就是我请的 哎 我记得是我请的 你看你 你再想想 我请的 你请的吗 啊 那这顿饭你也请吧 这顿饭不是你说你请吗 啊 我说了 你看你 在这儿找我呢 你看这儿 我就把你们来跟我说我的话 到哪儿了 看看我还有事 啊 啊 回来了 你怎么了你 咱们是开会研究重大项目吗 对啊 研究重大 就因为项目重大啊 所以才喝酒啊 喝什么酒 那么臭呼呼啊 改改叫老爷 哎 哎 哎 你说你啊真是的 嗯 别喝就别喝呀啊 喝点汽水什么装装样子 不就行了 多大岁数了 啊 喝点茶 哎 哎 过来干人 我到老爷这儿来 臭 你看你这孩子 都是你啊 当了孩子那儿这么说我 你看他说我他嫌我了吧 你老了才臭呢 老爷臭什么呀 去 哎 哎 你过来 过来 干什么 过来你不过这儿我给你 咱里熬的粥呢 我跟你说事啊 说什么事啊 你赶快说 哎 哎 咱那个 什么 哪个 哎 哎呀 哎呀你急死人哪你 什么事 就咱那个 哎 吃不动啊 我 哎呀 哎呀你贴什么路 你看你这这就跟你说 哎呀 我这这这电子中了真是 爸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爸 哟 爸 您也看电视剧啊 啊 真新鲜 盖盖 做作业了没有 做了完了 小月 到时候了 一定要帮我拿了 我看 什么时候 往南边走走 是我们负责接待去 这是我们那个 土地产 来 全是这个 您儿 爸 哎 这你头头摸摸的 搞地下斗争的 嗯 嗯 爸跟你商量点事啊 你你坐着 你坐着 那什么事啊 说吧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要是不乐意呢 那就算了 怎么啦爸 欠人钱了 哎 哎 哈哈 不是不是欠人家钱 但是呢 是跟钱有关系的事 您您真欠人钱了 嗨 我说你进门的眼神就不对 我告诉你 这几年我在公司 见证人多了 但凡有经济问题的 那眼神跟你都一样 你看你 你才工作几天 你瞎琢磨什么呀 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 不是 是什么呀 是 去叫他们来吃饭了啊 你自己叫去 我都看人生们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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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是不是 见到成绩四汗了 你 你 你这个丫头 你哪你爸开心呢 你想什么呢 你 那你这鬼鬼祟祟的样子 你要不往哪想啊 怎么着 我直说了吧 这是人间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那 你要钱干嘛呀 我 我当时是干正事了 爸 是不是有人拉你做生意啊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一年头 十个人九个半都想发横财的 您一说要借钱 我就明细了 什么生意啊 那个 是你庄叔给提的一个事 他这个 做股票 回报率挺高的 爸 股票这玩意儿咱也不懂 我可不放心啊 说实话啊 你爸心里头也没底 可是你说 你说你爸这一辈子 手里头从来就没有算过钱 有的时候我 我出去跟人家朋友喝杯水 我都在看人家脸色 心里头不好受 所以我也想 那多少钱啊 就一万块钱 我手里没那么多现金 这样吧 明天我去银行给您取 不过 这股票的事 我还得再打听打听 你打听 你打听 行了 爸 咱吃饭吧 千万别跟你骂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走走走 我去吧 叶妮一个人带个孩子不容易 需要用钱的地儿多 你本打她的主意啊 来 那个事 我还真打听了 挺靠谱的 汇报率也高 别动 别动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别动 别动 那假惺惺了 那我就去了啊 哎 哎呦喂 怎么才来啊 哎呀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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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死老婆子 不知咋点 发现我那小金库了 全给我没收了 我做了她一宿的工作 愣是做不通 她非说人家是骗咱们的 那 你一分钱也没有啊 你全没收了吗 那怎么办啊 要不这件事儿 你再想想 哎呀 弄点钱是真不容易啊 好容易碰上一次机会啊 人这一辈子总得赌一把吧 干 走 叫钱去 走 大庄 跑哪儿去啊 能跑天边去啊 闻老师 我这两眼红花没看见 哎 最近身体咋样啊 你说油腻这样的朋友吗 啊 童子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好高无远 本事不大 心气不小 你不说往下瞪着他点 你倒好 静骨道得他胡思乱想 哦 关键时刻你撤了 你让他大傻老爷们儿 在那儿冲大哥 真是可以的呀你 闻老师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真是无敌自如 所以时候你看我见着你 我都躲了 我是不好意思的 真的 我真没钱 我要是有钱 我能不帮童子补上这个缺吗 是吧 我就那点钱 我老婆把那点钱拿 当成命根子了 要不这么多得了 你看我值多少钱 你帮我卖呢 去 你值多少钱呀 也就二的二次方 二次方 四缸辈 我这个妈呀 真是个教数学的 二次方 二次方 三角 两次方 走 走 回家 我现在不回家啊我 你够啊 你够啊 走啊 你够啊 你别以为你不回去 我就不找你算账 你结果把事说清楚了 跟你没完 我怎么说得清楚 我到现在我都是糊涂着呢 我怎么跟你说得清楚 八千块钱哪 咱吃炕燕菜的攒了一辈子了 这容易吗 一天到来说 这个傻那个笨的你聪明啊 你聪明个啥你 那八千块钱 不是也有我一份呢吗 对不对 就算多出去的那个窝 我再用我的退休金还你 你也别生气 别着急 你还有脸说这个 就你那点退休金 也就够你抽烟吃饭 你既然算那么清楚些 你自个儿过了 我还真不爱管你 你干嘛你 你跟着我干嘛你 你不是能吗 能你自个儿过去 那退休金今天你拿着 你爱去哪去哪 你想干嘛干嘛 我要再管你一个字 我不姓文 那你就姓铜 你说谁对改革开放有经验呢 对不对啊 你就保证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 小平同事大会小会上常说 要摸着石头过河 是吧我这不就是摸着石头过了一回河 他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我有失败的经验呢 对不对 你真是越老脸皮越厚了 自个儿颠那么一大跟头 还好一直舔着脸唱高调 小平同事说 我还不知道你 你就是看人家挣钱 你眼红 你像在我面前显吧 你眼砸了吧你 这回就算我错了 什么叫就算呢 文烈 我真觉得对不起你 我也知道这一辈子 咱俩就存了这八千块钱 哎呦 想想那八千块钱 我这就 我腿都打软了 哎哎 你这干嘛呀你 你这干嘛呀你 我不回家了 我就在这儿待着你 甭管我 你丢人现眼呢 我反正丢人 又不丢你的人 你也不要我了吗 不是 起来吧 起来吧 那八千块钱 就当给你买药 治你的神经病 你真不是我气的 那 那你笑一个 我就跟你回家去 走吧 我就是 我开门 你 如果我갔了 你 自己 就 那你 你 你 我 我 那你 你 那你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